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8月8日 今天是星期二 我們這節要跟大家說一節是跟 經濟有關的事情 這節要研究的 就是曾經 是紅極一時 這隻是中國 的地產股 這隻就叫做碧桂園 最近這個叫做碧桂園 也開始 出現了 有問題爆發 隨著恆大 中國大陸 原本首屈一指 最大間的地產商 是不斷爆禍 現在 輪到其他 其他 內地 的發展商 也開始出現了骨牌效應 將會被牽連 這次 牽涉的就是這個叫做碧桂園 我們繼續說之前 繼續是本台的呼籲 由於 我們是壞消息 我們的後備頻道也都出現了 盈利戶口被停止 所以我們現在正在處於 無論主頻道還是後備頻道也同時 將盈利功能被停止 所以我們現在 只能夠 徹底做 沒有 廣告的免費廣播 我們也是決定了 繼續 經營 繼續要捱過這一關 雖然 我們不是說放棄經營 可能是放假而已 我們也是 決定繼續做 繼續和大家 要講時事 不過 將會有一點點的調檔 我們將部分的節目放在Patreon 做獨家 也都很希望 大家支持 也都是回贈我們Patreon的用戶 我們 希望大家幫忙 記得訂閱 訂閱了或訂閱過的朋友 除非你不想再支持 不然的話請幫我們研究一下到底有沒有 Patreon系統自動登出 因為Patreon系統試過太多次 將聽眾自己登出 希望大家 多多支持 我們也很希望 能夠恢復到 恢復到 我們將會繼續 主力以免費模式繼續經營 希望大家可以幫忙 這段時間也算是一種回贈 回贈 我們那麼久以來的聽眾 現在 不需要 受廣告之苦 繼續可以聽到我們節目 作為 一個觀眾 我當然也會看YouTube 其實有時候廣告也真的挺煩 尤其是可能說到關鍵的東西的時候 忽然之間廣告就彈出 所以這段時間請大家 好好享受 當成是一個 專櫃戶口 好 我們回來研究這個中國碧桂園 中國碧桂園就是在 港交所上市 而名稱的由來 就是廣東的順德 有一個地方 叫做碧江村 還有一個地方叫做貴州鎮 將他們合埋 就變成了碧桂園 中國大陸的恆大 就是在這兩年 就是大爆瓦 財政問題 陷入深深的危機 這個骨牌效應 蔓延到中國大陸的其他房地產 也 使得其他房地產事業 陷入徹底癱瘓 原因是因為他們的生錢 沒有辦法再出現 早前我們也跟大家介紹過 其實中國大陸的地產商 就是透過 高槓桿 賣新項目 然後借錢回來 又再賣新的土地 然後再 把它包裝成為 發展項目 再出售 再預售 所以 這個循環和泡沫 一旦中間被阻斷的話 他們這個巨大的泡沫 就會開始出現爆破 現在 正在存在的是中國第六大 建築商這次是碧桂園 碧桂園也岌岌可危 由於這個碧桂園 在廣州起家 所以 絕大多數的香港人對碧桂園也相當熟悉 曾經這個 廣州的碧桂園 就是叫了 很多香港人回到賣樓 在8日 就是今天 碧桂園旗下 有大量 在中國內地 的債券 遭受急創 首先在上海證券交易所 債券 跌幅 高達20% 然後在深圳 深圳證券交易所的 碧桂園債券 亦是暴跌 超過20% 然後 跌到停牌 這個叫做股票市場 還未說實際的地產市場 股票市場忽然之間 出現了恐慌 恐慌性地拋售 碧桂園債券 所以也有外界分析 如果再持續 這樣 拋售債券的話 這個碧桂園 恐怕要面對 爆裂 根據中國大陸的媒體報導 在7月份的時候 7月的中旬 碧桂園在境內 以及境外 的債券就開始暴跌 而這個叫做股票市場 股票市場從來對消息 是非常非常敏感 當然有時候是過敏 但是中國大陸的這些 地產股絕對 不算得上是過敏的 因為你用基本因素分析 都知道 中國大陸的房地產 搞不定 在上個月 7月份 7月中的時候 碧桂園的服務總裁 剛才叫做李長江 這個名字是否抄李嘉誠 李長江 也是套現二千多萬 減持 碧桂園 再到了7月尾 7月尾 碧桂園集團的創始人 楊國強 的兒女 也出來宣佈 將手上的 碧桂園股份 20%股份 捐出來給公益基金 事隔一天 碧桂園就出來公佈 說截至今年的上半年 營收 是正虧船 在公告裏面 也說要尋求政府和監管機構支持 這個世界 大家都知道了 錢作怪 尤其是碧桂園的老闆 女兒 怎麽會在這個時候 資金鏈 快要崩潰的時候 居然出來 把手上的股份套現 捐給 公益基金 其實這個絕對有理由相信 是把資產等於轉移 保留著一部分的現金 因為假如這個碧桂園 真是 面對這個 爆雷的話 好像恆大那樣的情況 一旦整間公司到最後面臨清盤和破產的申請 公司資產 就是被拍賣 到時捐給公益基金裏面的錢 就會 相當之安全 目前中國大陸的房地產的所有資金融資渠道幾乎 全部癱瘓 所以內地房地產 由於不能夠繼續用之前的經營方法 將 新滾回來的錢買地皮 然後再當成項目發售 所以他們新的資金 基本上已經被徹底撤斷 所以他們可能是靠著 可能之前就是做了 賺賣賣賣賣賣的錢 繼續去頂著 更加可怕的是甚麼呢 更加可怕的是近期中國 內地的房地產的股份 可能因為跌得太厲害了 有少許反彈 但是這個碧桂園 就是所有反彈都沒有他份 反而是繼續進一步被拋售 所以使得這個碧桂園 就是繼續被揣測 就是他可能 會報恆大的後塵 碧桂園上個月的銷售額 跌了足足60% 真的恐怖了 中國大陸中央政治局 跟你說要扶持這個 地產發展 反而立即導致 相關的行業 出現了崩盤的情況 真的不是開玩笑 習近平 真的說搞哪一件事 哪一件事率先出事 這次又是一個例證 我們這一節 跟大家暫時分析到這裏 大家記得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說到這裏 我們